今年入秋的第一道封面今天开始有感 北部地区以及山区一早就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且北部的温度一下子比昨天奏降了六到八度 中南部高温也降到三十度左右 就这样去提醒哦 这两天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要到礼拜三天气才会开始回稳 民众穿上博外套随身携带雨具 受到第一波封面影响 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 除了天气转凉外各地都有降雨情形 今天在封面影响之下 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尤其在新北市桃园还有新竹苗栗 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 封面带来云系气象局针对机动市 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发布豪雨特报 不过随着星期二封面难移 北部地区雨势趋缓 但中南部地区会开始有明显降雨 全台降温早晚温差也会比较明显 早晚的低温大概介于22到25度 那白天的高温在北部大概是28 29度 中南部大概是30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整体来说 接下来几天可能白天气温就不会那么高 不会那么热 那早晚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凉意 除了第一波封面报道 今年第18号台风爱逃 在日本南方海面成为青台 气象局表示不会影响台湾 而未来一周会受到封面影响 气温下降 天气会趋向偏干 以及凉爽的天气形态 永远TV 蔡总 卓一姿特别报道